戴口罩帽子全程不发议语 国民党议员陈崇文 21日再度现身台北地方法院 二度开积压庭 没想到这次结果大逆转 法官改裁积压境界 江市府竟然这么没志气 自己先砍了9000万 检方查出陈崇文 疑似涉嫌收受台志光负责人 李庆黄贿赂 利用质询机会向市府施压 要求提高警用监视器的预算 从中牟利 且对于账户内的2500万元金流 交代不清 因此检察官认定有积压必要 但全案到了院方 却裁定200万元交保 检察官不服 甚至指出陈崇文交保后 还和证人串供 19日依法提起抗告 隔天高院火速发回耕材 21日二度召开积压庭 陈崇文确定积压境界 相比之前他捍卫清白的模样 差很大 监督检察局太认真 被报复 司法迫害 政治追杀 遭连政官带回当天 在议会办公室内为自己报区 时隔六天再度开庭 面色相当凝重 这回陈崇文设犯 土利罪 最轻可处五年以上徒刑 这回三联霸议员 不仅将面临停止党权处分 恐怕也将沦为接下囚 民事新闻连织黄柏荣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